话说有位后洲大将被一根擀面杖打成了新朝代的皇帝 他就是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运 赵匡运原本是后洲大将 那到底是什么擀面杖这么神奇 把原本的大将打成了个皇帝呢 在后洲世宗柴戎时期 后洲拥有两支强大的军队系统 分别是世卫亲军司和殿前司 世卫亲军司是属于皇帝的一支亲军 而殿前司是属于皇宫的一支禁军 主要军事任务大都是由禁军来执行的 赵匡运只是禁军的副将 而正将都典简是张永德 在柴戎重病时听到传言 典简做天子 作为大将的张永德手握兵权 并且太子柴宗迅却只有七岁 很可能造反 于是柴戎在临死前 下令废掉了张永德的职务 由赵匡运接管 这支禁军兵权就顺其自然的 落在赵匡运的手里 没几天柴戎病逝 33岁的赵匡运刚上位没几天 前皇帝没了 心力的小皇帝 不过是六七岁的小孩 赵匡运手握兵权 面对只能让小孩继承的朝廷 这不就相当于把一块肥肉 喂到嘴边吗 只是还没有开吃而已 说赵匡运对皇位不动心 那肯定是假的 还没动手 那是因为除了禁军 还有另外一支清军 盗嘴的鸭子可不能飞了呀 在赵匡运党人的运作下 清军的最高统帅李崇进 被外派到了扬州 做了淮南节度使 调走自己的最大军事对手后 赵匡运又在市委清军司中 将自己的人安插进去 清军里除了最高统帅李崇进 其余重要职位都是自己人 那李崇进被派往了扬州 这样一来 两支军权都落在了赵匡运这边 那赵匡运可以顺利掌权 人脉是不可缺的 这就要说到赵匡运的家庭背景了 他的祖父赵敬在多地担任过官职 他的父亲赵匡运 则长期在后州的清军里担任将领 为儿子赵匡运留下了深厚的人脉 前人栽树后人遮阴 除了家庭背景 赵匡运年轻时候还是低级军官 和一伙人结拜 号称益社师兄弟 益社兄弟的人 个别已经在朝廷担任要职 其余的也都大大小小的职务 如此一来 整个后州帝国军队系统上上下下大大小小 都有赵匡运的人 说起来 大哥要当皇帝了 兄弟们是不是也该跟着沾点光 万事俱备 直前东风 这个时候呢 不知道从哪里传来消息 说契丹联合北汉再次南下进攻后州 慌乱之下 后州朝廷急忙命令赵匡运领兵出战 这个消息看情形很有可能赵匡运等人策划的 但是历史呢 无法考究 成了未解之谜 而赵匡运等人出兵 做了大量的准备 尽管筹谋已久 但临发动兵变前 底下的小兵管不住自己的嘴 把出军之日 当立典俭为天子的话 传的整个开封城 人尽皆知呀 当然除了蒙在鼓里的福太后 还有小娃娃皇帝 开封城里的老百姓 已经掀起了一场大逃亡 弄得赵匡运吓得半死 正在千军一发的当口上 事还没干呢 眼下这帮小混账 已经开始到处传言了 万一出点闪失 那不是要了脑袋吗 惶恐不安的赵匡运 马上叫来家里人一起商量 外面是闹得沸沸扬扬 我该怎么办呀 家里人听了都吓坏了 赵匡运的姐姐铁着脸站在厨房 拿着擀面杖出来 就是蓬蓬给了赵匡运两棒 说着一个大男人这种大事自己要做决定 别拿出来吓唬家里的女人 赵匡运可能被擀面杖打醒了 脑袋也终于冻了起来 若有所思 一会儿终于下定决心 要干 咱就干一票大的 临走前 赵匡运命令将家里人全部隐藏到开封城外的 丰禅寺 以免失败收获 赵匡运被姐姐拿擀面杖打的两天后 他在离开封城不远处的陈乔义 也就是现在的陈乔镇 发起了一场 背后是称为陈乔兵变的政变 随后迅速回师开封 逼迫7岁的厚州工地柴中逊 善让地位 演出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善让大剧 赵匡运领兵出战那天 晚上在开封不远处的陈乔义过夜 当天晚上还提前喝了酒 不知是提前庆功还是壮胆 第二天早上 喝了酒还没完全醒的赵匡运 稀里糊涂之中 被将士们拿着一件不知道从哪搞来的黄袍 将士们纷纷喊着万岁 这是强行逼迫当皇帝的 这强迫的哪好意思呀 赵匡运嘴上是说着这样不好 可穿的感觉怎么这么合身呢 丢了也怪可惜的是不是 朝廷现在根本没有能和赵匡运对抗的兵力 陈乔兵变当天 赵匡运随机杀入了开封皇宫 强行逼迫后周公帝 马上退位善让 开封皇宫内杀气腾腾 仓促之中 赵匡运突然想起来 这受让还没有善文 这下该怎么搞 虽然赵匡运很久以前就有篡位的想法 但是真正下决心还是赶面杖那会儿 当时急忙安顿家人领兵出城 哪还记得这种事 可没想到的是早有人提前洞察先机 汉林学士马上跑了出来 说我早就写好了 然后从怀中掏出了逼迫后周公帝善让的善文 恭恭敬敬交给了赵匡运 赵匡运正式将后周国号更改为宋 至此大宋帝国正式建立 赵匡运夺权后 世宗遗留下的四个儿子 其中大儿子柴仲逊 在被迫善文后 被迫降格为了阵王 13年后去世 年仅21岁 无子 陈桥兵变后两年 年仅10岁的二儿子也去世 而柴荣的最后两个儿子 老三和老四 按照北宋史学家编撰新五代史的欧阳修的说法是 不知其所终 至此柴荣家族的血脉 也从史书中被消失了 而对于后世 所谓宋朝皇家 后代柴氏后人 封其后人为世袭崇义公 宣一郎的记载 从写脉上来说 他们其实并非柴荣的嫡系子孙 因为真实的柴荣子孙 早已在历史上 或夭折或无子 或者被消失了 只是冥冥之中 赵匡运想不到的是 屯朝兵变后16年 也就是公元976年 他自己也会在一场诡异的大雪之中 离奇报亡 而他仅存的两个 儿子赵德昭和赵德芳 也先后一个被杀 一个离奇报死 赵匡运的一生 是奋斗和变革的一生 从一个普通士兵 成长为大宋王朝的开国皇帝 从藩真割据到中央集权 从国家四分五裂到逐步统一 从五人立国到文人治世 开创了聚集财华的宋朝 赵匡运的一生 工具显赫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前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